有人说 做人嘛 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家 有瓦遮头 风吹雨打都不怕 可是这栋房子 没有了屋顶 没有了墙身 遍地都是垃圾 看起来像是荒废了很久很久一样 而里头竟然还住着一对 五六十岁的老夫妇 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请自行想象一下 这里原本应该是有一架电视机 有几张简单的椅子 然后有个茶几 得空的时候看看电视 聊聊天的客厅 这栋七十多年屋龄的祖屋 是周登山和梁力群的避风港 两人育有一名三十岁的儿子 目前身在邻国新加坡谋生 梁老则留在老家相依为命 周登山原本是一名建筑工人 奈何七年前因为脚踝爆裂 自此和太太经营小小的面当 太太偶尔也会打散工帮补家用 收入可说是杯水车薪 因此这栋老祖屋年久失修 变成只留下半边乌瓦的面貌 下雨的时候我们房间都会漏水 要想办法来弄 雷公匹也是怕会煮电 是怕这些 一下雨我就求佛的 不要下这么大雨 我都要令我住哪里 有时候看到有那些小的蛇 这样我怕咯 我自己都会怕咯 好像我这只狗走来会咬它了 除了安全隐忧 恶劣的卫生环境也遭到 医保市政厅开罚单 罚款一千令吉 梁立群指出 以前还曾有引君子 躲在他们的屋子内吸毒 他们之所以坚决守在这间破屋 只因为这是周登山从小长大的地方 对于这间老祖屋 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 我又不死了离开这边的家里 以前我家工对我的很好的 我希望什么 希望是折头 折头就可以了 脚脚都没有问题了 不会漏水啊 厨房可以啊 用啊 冲凉可以用就可以了 这里我最为是干净 弄干净 国际满华八战周期候逊人 刘国南指出 由于重建家园的费用不低 因此他将会向市政厅求情 要求减少罚款之余 也希望能够呼吁义工 一同清理家园和维修屋顶等等 让这对老夫妇能够拥有一个安乐我 NTV7 红美玲 霹雳以宝采访报道